一本落伍之作,一种无意之业 编程这部小说,路上读书的很多朋友想必已经读过了 也许您还曾经最新于他优美的文字 慕名去过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和翠翠生活的茶洞 编程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他长久不衰的影响力现在是务虚多言了 但您知道吗,在成书之初,沈从文却曾经断言 编程中对农民、士兵和农村的描写注定了它将是一本落伍之作 沈从文这番话看似对编程没有信心 实际表达的却是对当时文坛风气的强烈不满 编程这部小说,作于1933年底至1934年初 了解现代中国史的朋友都知道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炮火横飞,国土日渐沦丧的时代 国情、民情将几乎所有文人都推进了亡国丧种的焦虑中 他们孜孜不倦地追问 曾经的天朝上国为什么会沦落到任人鱼肉的境地 于是他们比更不错地为民族国家诊断病情开药方 起初,他们的诊断书上有一种遗传顾及 叫国民列根性 包括自私、狭隘、愚昧、麻木等种种人性阴暗面 文学家认为,正是这些性格缺陷导致了整个民族落后挨打的局面 要改变现状,就得对国民进行启蒙 因为国民的主体是农民 这样一来,那个时期的民族文学、农民文学 就以批判农民揭露农村社会的黑暗为己任 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 国民革命失败 知识分子阶层又将救亡的希望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农民身上 这个时期,民族文学、农民文学的套路 则变成了有着各种缺点和短处的农民 天生自带革命属性 在地主和侵略者的双重压迫下终于觉醒 从此脱胎晃骨,走上了革命和抗争的道路 这样的作品在三四十年代乃至建国之后都成了文坛的主流 深受批评家喜欢,也深受读者欢迎 但编程不是这样的 具体来说,沈从文也不愿意这样写农村和农民 他在提记中说 对于农人和冰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 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 我从不隐晦这点感情 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 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猎身军籍 死去的莫不在植物上死去 不死的也必然地将在植物上终其一生 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 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 即或这支笔如何笨拙 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 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 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 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 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 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 我动手写他们时 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 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 也就是说 沈从文笔下的农人士兵身上 既有伟大闪光之处 也有琐碎平凡之处 因为一腔温情 他既不打算歌颂前者 更加无意批判后者 只想老老实实地呈现一切 这样的作品 在当时追求进步的文坛 便被视为多余乃至落伍 是批评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明知如此 沈从文为什么还要写编程 做这种无意之业呢 编程优美动人的故事后面 又藏着哪些沈从文自己的人生经历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世事物物 我都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 沈从文的家乡是湖南湘西 一个名为镇干的小角落 那里地处前北、川东和湘西交界处 杂聚着汉族、苗族和土家族约五千人口 满清时为屯树重镇 四周的山岭脉络蜿蜿处 约有四五千个碉堡 五百多处营训 后来人民被同化 碉堡损毁 营训也变成了民房 民国之后军阀割据 郑干再次成为了军事中心 地方居民不过五千 住房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 郑干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凤凰 沈从文的家族是凤凰当地的旺族 他的祖父沈弘复 曾在湘军的干军部队里做过将领 二十二岁就做了云南昭通镇首使 之后又生了贵州提督 可惜他殷商早逝 只给后四留下了一份产业和荣光 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四 体格硕大结实 性格豪放爽直 曾被家族寄予成为下一个将军的厚望 不过庚子年 他随同天津总兵罗荣光 驻守大孤口炮台 大孤失守 罗提督自尽殉职 战事无可挽回之时 沈宗四回到了镇干 沈从文也因此于1902年来到了仁世 沈从文没能遗传父亲的体格 但出生在一个尚武的家族 成长在驻军之地 他对军人却乎更多一份了解和温情 沈从文四岁开始识字 他记忆力好又聪慧 父亲对他抱了很大希望 谁都没有料到 瘦瘦小小的他 上私塾第二年 就跟一位张姓表兄学会了逃学 表兄带着沈从文到处疯玩 局幼园中 各处山上水边 各种野孩子堆里 沈从文在日光下 结识了大千世界微妙的光 稀奇的色 以及万会百物的动静 然后为了逃避处罚 他又学会了用一套谎话对付家里 用另一套谎话对付私塾 沈从文彻底野了 父亲伤心极了 不过后来做了作家的沈从文 归根溯源 却认为正是这段不安于课堂和书本的陶学经历 叫他认识了美 学会了思索 且形成了一种不安于当前事物 却倾心于现世光色 对于一切成立与观念 皆十分怀疑 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宁谋的个性 如果我们再多加一句的话 也就说 正是这段游荡于山水相邻的建文 为他日后创作一系列以边地人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打下了基础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编程 之后辛亥革命爆发 年幼的沈从文不懂什么叫造反 但他知道杀戮开始了 在刚刚懂事的年纪 沈从文目睹的便是倒饮衙门口肮脏血污的人头 十二岁那年 沈从文开始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十五岁起随地方军队 在川前相恶二十八线的土地上流窜 六年间 亲眼看到上万平民被屠杀 脑海中那些杀人的画面实在太过鲜艳 沈从文因此对革命和革命之后的整个社会的变化 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 如果说童年游山玩水的经历造就了沈从文个性中崇拜美和自然的一面 那么目睹革命和杀人则形成了他个性中对现代社会怀疑和嘲讽的另一面 他总是说我是个乡下人 走到任何一处照遍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 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世事物物 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编程就是这把尺和这把秤的文本体现 他讲的是在一个尚未被现代文明染指的临水小城 一群正直勇敢朴实的编程居民身上 发生的既纯净又悲伤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处处都是真善美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 一切都应当美一些 在半军半匪的部队中待了六年 沈从文眼看着传统的中国农村日渐崩溃 沦落为大小武力割据争夺统治权力的战场 只觉得愚蠢而可怕 这时候文学革命兴起 沈从文为新青年新潮改造等新文学刊物上的口号所吸引 相信社会必须重造 而且必须由文学重造开始 于是他脱下军装 只身到北京立志现身文学 那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 新文学如出生宁心而充满希望 但是沈从文只有高小学历 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 要成为文学家 他恐怕得先走一段艰苦漫长的路 胸怀信仰和希望的沈从文不怕吃苦 但他很快就失望了 文学革命是成功了 原本鼓吹革命的文学家 却变成了另一种军阀 跟理论家批评家拉帮结派相互攻击 文坛俨然一片新战场 文学则沦为了这些人手中的传声筒和宣传工具 沈从文不愿落入任何阵营 在日复一日的观察和学习中 他对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文学首先应该是审美的 或者再进一步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 一切都应当美一些 现代社会中的一切已经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师和成医师傅弄得到处丑陋 但人应当还有个叫理想的标准 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 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里创造那个标准 因为不管别的如何 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 于是就有了编程中的茶洞 一座尚未被现代文明染指 即风光美和人情美于一身的小城 一个半桃花园式的所在 说茶洞是个半桃花园 是因为它城内城外仿佛两个世界 茶洞城内驻扎了一营由西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树兵 城内的五百家住户除了一部分生意人 多数也都是当年屯树到此的有军籍的人家 冬日里到城里去 只见各处人家门前晾晒着衣服和青菜 屋角于各处有大鸡小鸡叫着玩着 见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线上锯木 或用斧头批树 茶洞城内的一切永远那么寂静 所有人民每个日子 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 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的挣扎 似乎永远也不会被编程人民所感知 城外河街的情形略有不同 这里是川东商业交易街头处 自然就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和坐镇不动的理发馆 此外饭店、杂货铺、游行、盐站、花衣装 也漠不各有一种地位 因为商人和水手的需要 河街的吊脚楼上还聚集了一些妓女 这些小妇人白日里无事 她们就坐在门口小凳子上做鞋子 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 到了晚间 轮流接待商人和水手 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 编程中的茶洞 在许多方面都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沈从文的故乡凤凰相似 比如她也地处三省交界 曾经是屯树之地 至今仍驻扎着一营兵士 比如她也萍水衣衫筑城 城外有河街 河街上的房子 莫不设有吊脚楼等等 但编程中的茶洞并非凤凰 只能说是昔日凤凰的缩影 因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凤凰是军事重地 刀光血影 尸骇遍地 早已不再是沈从文记忆中的故乡 1933年年底 写编程的过程中 沈从文因为母亲病重 回过一次凤凰 到家第二天 他就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 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 一切皆变了 一切皆不同了 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因此写作编程 对于沈从文的另一层意义 就是精神还乡 我想造希腊小庙 供奉人性 在沈从文看来 被现代文明改变了的不止山水 还有人性 离开部队之后 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都市 北京 上海 青岛 凭借天生的才智和后天的勤勉 他如愿成为了作家 当上了教授 但是沈从文不愿以文人教授自居 一直自称乡下人 他认为 城市中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 跟乡下人比 是不健康的 不幸的 他说 城市生活 太匆忙 太杂乱 城市人 耳朵眼睛 接触声音 光色 过分疲劳 假之多睡眠不足 营养不足 虽俨然 世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 其实 除了色欲意识以外 别的感觉官能 都有点麻木不仁 他根据自己 对城市知识分子的观察 写了八军图 小说中的八位教授 外表文明 身份体面 形式却懒惰 拘谨小气 内心欲望淤积 而危险病态 沈从文憎恶这种 近乎被阉割过的人生状态 他写编程 就是为了颂扬一种 与此相反的 优美健康 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 人生形式 这种人生形式的 第一个代表是翠翠 翠翠是老船夫的孙女 一个无父无母的可怜姑除 她的生命 始于父母的爱情 赖于祖父的养育 得益于大自然的庇护 她健康美丽天真自然 对沈从文来说 她就是一个奇迹 是女神式的存在 所以天宝赞美翠翠好看 说她是观音样子 我们来听一下沈从文 是怎么写翠翠的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 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 故牟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掌养她 且教育她 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几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 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 便把光光的眼睛 瞅着那陌生人 做成随时皆可举步 逃入深山的神器 但明白了 面前的人无心机后 就又匆匆融融的 在水边玩耍了 如果说翠翠的身上 闪耀着神性光辉的话 那么天宝和挪颂两兄弟 则纯然是人性美的代言人 这两个年轻人 皆皆是如小公牛 能驾船 能求水 能走长路 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轻人 所能够做的事 他们无一不做 做去无一不禁 天宝的性情像爸爸 豪放豁达不拘小节 挪颂的气质 则禁于母亲 不爱说话 眼眉袖拔出群 一望及之 为人聪明 而又赋予感情 兄弟俩从小被父亲派遣到各地旅行 或在自家船只上当伙计 干苦与人相共 或跟了川东客户去做生意 两个人学贸易 学应酬 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 学习用刀 保护身体和名誉 学习的结果是 两个都如老虎一般结实 却又和气亲人 不交度 不浮华 不一事灵人 除了三个年轻人 在编程里 我们还将认识明示明理 正直和平 慷慨洒脱的船总顺顺 以及天性快乐 心地温柔 忠于职守的老船夫 这些人身上 只有人性之美 不见人性之恶 沈从文 对他笔下的人物温柔 而充满感情 没有丝毫文学家 对底层人士 所惯有的怜悯 批判和讽刺 他没有用文学改造什么 拯救什么的野心 他说 这世界上 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 建造重楼结格的人 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做基础 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 结实 匀称 形体虽小 而不仙巧 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 人性 我还要用一种温柔笔调 来写爱情 编程的故事情节很简单 船总顺顺的儿子天保和挪颂 同时爱上了称渡船的老船夫的孙女翠翠 翠翠爱的是挪颂 于是天保退出 坐船远行 结果不幸掉进了漩涡中 挪颂因为哥哥之死 心生戒地 离开茶洞 剩下翠翠 一边继续撑渡船 一边等着他归来 熟悉沈从文的朋友可能知道 翠翠身上有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的影子 沈从文自己也曾经说过 写编程的时候 正是他跟张兆和新婚不久 每天清晨 他就在院子里的一张红木小方桌上 放下一叠白纸 一面让细碎的阳光洒在纸上 一面将他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沈从文气而不舍地 用情书公式追求张兆和 并最终打动美人心的往事 现在早已是文坛佳话 而以新婚妻子为原型创作小说 更是抗力情深的一种佐证 或人需要文学大师的爱情成为传奇 因此有意无意地忽略他那受压抑的梦 其实沈从文自己就说过 他和张兆和的结合 虽近于传奇却是由意志和理性做成的 而且这桩完美的婚姻并不能调整他的生命 对爱情他仍然怀有受压抑的憧憬 新婚蜜月期的他用温柔的笔调写爱情 与其说是因为幸福慢意 不如说是为了宣泄与补偿 因此编程中的翠翠跟张兆和一样 有黑黑的皮肤 清明的眼眸 朴素的个性 不过他和挪颂的爱情 又跟张兆和沈从文的完全不同 理性是什么 意志是什么 弃而不舍的追求又是什么 他们完全不懂 在挪颂给翠翠唱歌的那个晚上 翠翠甚至不知道有人在为他唱情歌 更不知道是谁在唱 但睡梦中他的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扶了起来 轻轻的各处飘着 上了白塔下了菜园 到了船上又傅飞窜过悬崖半腰 去做什么呢摘胡尔草 白日里拉船时他仰头望着牙上那些肥大胡尔草 牙壁三五丈高 平时攀折不到手 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做伞 沈从文用温柔的笔调 写出了一种与他的婚姻截然相反 一种无需多话就能在歌唱和睡梦中 灵魂交汇的传奇式爱情 因此翠翠和挪颂的故事注定了将是一个悲剧 与作者沈从文现实中的团圆经历正好相反 写作时要读断要彻底的读断 朋友们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吗 在明知要遭到批判和讨伐的情况下 沈从文为什么还要坚持写编程 现在答案已经很清晰了 因为编程里有沈从文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整体判断 有他对文学的理解 对审美的坚持 对故乡的追忆 对自然和人性的膜拜 对理想爱情的向往 可以说编程凝结了沈从文三十余年的人生体验 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 一个诚实的人 他不得不写 也不得不那样写 编程出版之后 正如事先所料 受到了文学界的批评 有人说 这是过去的世界 不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不要 也有人说 这作品没思想 我们不要 但是沈从文在文章中回应说 我虽明白 人应在人群中生存 吸收一切人的气息 必贴近人生 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 我很明白 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 可不同了 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项以外 俨然与外界绝缘 不想年复 我以为应当如此 必须如此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 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 想达到这个目的 写作时要独断 要彻底的独断 沈从文清楚的知道批评家和读者想要什么样的作品 但他决定不给 他同样清楚的知道 总有一天 总会有人从编程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 那就是对人类智慧和美丽的永远的倾心 以及对愚蠢自私的极端的憎恶 他相信 他终会得到理解和接受 这份坚持和独断 为沈从文个人带来了后半生的厄运 也为文学史留下了一位大师 1999年世纪末 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编程位列第二 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沈从文预言的理解和接受 终究成了真 好了 关于编程 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罗宁 我们下次再会